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也是美俄两国领导人自2013年6月以来举行的首次正式会谈 由于叙利亚和乌克兰局势持续紧张 美国和俄罗斯两国一直在激烈角力 因此两国首脑的这次会谈备受外界关注 自克里米亚危机以来 在多场国际会议期间 奥普两人曾有过几次狭路相逢 但两人几乎没有互动 两国关系也始终未见解冻的迹象 所以两人这一次的联大会面倍数关注 在联大的演讲当中 两个人针锋相对毫不客气 奥巴马的发言严重超过了15分钟的建议时长 长达50分钟 在讲话中 奥巴马谈到了要不要叙利亚政府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问题 仍然坚持 阿萨德必须下台 普京予以回应 认为再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层 奥巴马在发言中 针对俄罗斯之前质疑美国阻岛的国际秩序做出回应 认为目前联合国的行动违反了国际法律 违背联合国出众 违反公民社会的这种逻辑并不成立 关于伊斯兰国的崛起 普京更是把矛头指向了美国 认为正是那几个极度自负和自我感觉不一般的国家 是造成中东混乱的元凶 而奥巴马的发言中则谈到 奥巴马还对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提出谴责 他说 美国承认乌克兰与俄罗斯分杂的历史渊源 但是美国不能够容忍独立国家的领土主权被侵犯 28号 普京在接受CBS电视台采访时 面对60分钟节目主持人华莱士监狱的提问 更是对乌克兰问题做出了友好 按照惯例 秘书长潘基文在一般性辩论的第一天 会邀请出席辩论的各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出席五天 普京和奥巴马在席间碰杯 但是媒体发现两个人中间却隔了一个座位 好 今天关于普京和奥巴马在联大上进行辩论这个话题 北建博士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俄罗斯问题专家冯玉军先生 同时本台特约评论员杨希宇也将通过电话的方式参与话题的讨论 好 我们首先请教杨线 杨线您怎么看待在联大这样一个场合上 奥巴马和普京就各自的立场对一些议题进行了辩论 那么是不是这也反映出了双方现在在很多问题上所持的立场 以及双方的这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呢 普京和奥巴马显然是经过精心准备 联大进行了各自的演讲秀 也进行了隔空交锋 这种交锋本身一方面反映出俄美关系的现状 另一方面也非常清晰的反映出俄美各自的战略意图和战略取向 那么最简单的讲呢 这个俄美现在虽然这个对立的很尖锐 但是双方谁都不想把这种对立升级到对抗 最后给外交努力呢提供了空间 特别是美俄在共同面临IS这个共同的威胁的情况下 双方不得不谋求合作 包括在欲裂区利亚问题上进行更紧密的合作 来应对一个更危险的敌人 冯先生我们再来看看关于叙利亚问题 现在美国和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主要的分歧是 究竟要不要阿萨德下台 那么关于这样一个分歧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双方最终达成一致 我们现在注意到奥巴马和普京在纽约的会晤 当然他的一个核心议题是叙利亚问题 那么但从目前的观察来看 两人在叙利亚问题上 包括在阿萨德政权的去留问题上 目前仍然有着非常大的分歧 但是国际政治当中只有永恒的利益 没有永恒的朋友 那么我们都知道 目前阿萨德控制的叙利亚的领土只有20% 如果未来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 阿萨德政权难以保住的话 我想俄罗斯也会丢局保帅 那么目前我们注意到最近一个阶段以来 其实俄罗斯已经在和沙特秘密的接触 只要能够保住在阿拉维派的这种影响 保持在叙利亚的相当的这种存在 那么不排除以后 如果大局已去的情况之下 俄罗斯丢掉阿萨德 杨县那么在是不是要共同合作打击 IS伊斯兰国的这个问题上 似乎美国和俄罗斯有一些合作的契机 那么这次澳普会 有没有可能为双方关系迎来一个转折点 美俄关系呢 由于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问题呢 变得如此的对立 而且对立非常深 因此靠一次普奥会呢 不会解决问题 不会形成美俄关系的转折点 但是通过这次会晤呢 双方会恢复外交接触 就是因为这个乌克兰危机和这个叙利亚问题啊 单靠美国 单靠俄罗斯都解决不了 双方都知道 必须得跟对方对话 得谋求合作才能解决 因此以这一次的这个首脑会晤为契机呢 今后美俄双方会对各自关心的这两个问题 会进行更多的接触和讨价还价 杨先生我们注意到普京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 表现得非常的强硬 那您怎么看他这样一种表现啊 是他个人风格决定的吗 这次普京接见 接受美国记者采访表现的强硬呢 我想主要不是个人风格使然 而是目前俄罗斯的促进俄罗斯的立场使然 就是说俄罗斯目前在被西方孤立和制裁的这种处境下 他绝不会示弱 示弱西方会乘机而入进行更大的施压 因此普京总统说俄罗斯总统显然采取了一种 以强硬姿态对抗强硬制裁这么一个策略 同时呢 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上呢 至少在目前所能够妥协和选转合的余地并不大 因此在这个公开表态上 在这西方关注的两大问题上 俄罗斯必然采取强硬的立场 普京奥巴马这两位大国的领导人 在两年的各种国际场合 要么装作无视 要么干脆避开 又或者干脆抵制 关系可谓是降到了冰点 那么在这些年间 两人究竟发生了什么 结了什么仇怨呢 2013年8月 俄罗斯给予斯诺登临时避难许可 引发了美国政府的固满 加上在军事打击叙利亚问题上 俄罗斯与美国的争锋相对 奥巴马取消了原定在诺斯科与普京的会晤 普京当时的反应还挺大度 称理解美方的固满 但对美方取消双边首脑会晤失望 对于两人交恶的猜想 普京说 我们合作 所以也就会有某些事争承 我们也是人 有时也会生气 没想到美国人一气 连俄罗斯精心筹办 和损弃冬奥会都抵制了 很快乌克兰危机爆发 美俄对抗的意味越来越明显 罗斯的问题呢 俄罗斯认为他只是给一个世界公民提供一个庇护 不是他跟美国对抗 是美国跟世界对抗 那么在叙利亚和乌克兰这些问题呢 是俄罗斯同样认为美国跟他对抗 美国搞乱了那个伊拉克 美国还想搞 美国搞乱了利比亚 难道美国还想去搞乱叙利亚吗 叙利亚是俄罗斯的奶酪 俄罗斯在叙利亚有军事集体 有这样重大的利益存在 那么乌克兰也是一样 美国通过支持乌克兰的反对派 就是一种不正当的手段 推翻了当时的乌克兰的总统 这个亚罗克维奇 那么造成了现在的乌克兰的政府呢 跟俄罗斯对立 俄罗斯没有来对抗美国 都是美国在损害俄罗斯的正当力 这是俄罗斯的看法 那么当然美国的看法 跟俄罗斯大象蜻蜓 迄今这些分歧呢 好像没有减少的意识 2014年4月 普京深夜与奥巴马通话 讨论乌克兰局势 美国一高级官员称 两人通话坦率而直接 但双方在谈话中 几乎没有达成一致 彼此之间的嫌弃尽人皆知 6月6号 两人在法国参加诺曼底 登陆70周年纪念活动 法国利用这一次的机会 积极充当何世老 为了避免尴尬 埃利舍公对奥巴马与普京 在纪念现场的站位 进行了精心的安排 两人分别前往 而且相聚甚勇 然而现场直播的时候 全场数万名嘉宾突然有时骚动 进而哄堂大笑并鼓起掌牌 原来法国电视台 通过双视窗切换的方式 让两人在大屏幕上短暂相逢 发现自己和奥巴马 被同时给了大特写 原本一脸严肃的普京也嘴角上笑 没忍住笑了起来 并侧骨头去望了一眼奥巴马 现场气氛欢乐和谐 他们有很大的分歧 但他们的合作更多 他们在伊朗问题上合作 他们在全球反恐问题上合作 他们对RIS 反对RIS要合作 他们对防止传染病疾病要合作 所以他们一定要斗而不破 很可惜 尽管见了面分歧没有缩小 因为美国希望通过干涉 来推翻阿萨的政权 而俄罗斯觉得只有阿萨的政权 在俄罗斯在叙利亚和中东的立场得到保护 所以那次见面不是没有见面 没有达到更好的结果 6月底乌克兰正式启动准备加入欧盟 7月马来西亚航空MH17航班 在乌克兰东部反对派控制地区被导弹击落 机上297人全部遗难 政府与反对派互相指责对方击落了该飞机 当月底欧盟和美国宣布对俄罗斯经济制裁 俄罗斯决定实行反制裁 禁止大部分从欧盟和美国进口的食物 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认为 俄罗斯要为马航克机被击落负责 放狠发声 如果普京出席11月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G20峰会 就要用橄榄球里的爆摔方式放倒它 显然主人不客气 但普京还是参加了G20峰会 同一周 他先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APEC峰会 在浩克的北京 普京和奥巴马算是守住了体验 在合影的时候 奥巴马先打了招呼 两个人寒暄了几句 但没有进行正式交谈 然而到了澳大利亚 话风突变 英国首相凯梅伦炮轰俄方 干预乌克兰的行为不可接受 加拿大总理哈勃同意同普京握手 但直接了当地告诉普京 要滚出乌克兰 奥巴马说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犯是对世界的威胁 西方国家排队批评 普京最终提前领带峰会 他自己解释说 早退是为了回国处理其他事 谁也不知道他真的假的是什么 但是谁也知道他不开心 你看看 在那个吉尔林会议拍照的时候 他被放在第一排的边缘 他觉得世界上他是个人物 是全超级大国 凭啥不尊重我 他肯定不开心 吃饭的时候 人家是一桌一起吃饭 安排了他一个人在一桌 单独吃饭 他觉得他受到了冷落 然后大家开吉尔林的时候 都全起工资来批评俄罗斯 那么他就说我工作很忙 对不起了 我早点走 我们没有证据说 他回去到底工作不工作 但是我们肯定有证据认为他不开心 所以这可能是促成他离开的 以这种方式离开的一个重要原因 G20之后 普京再也没有参加过西方主导的国际会议 西方各国也顺势抵制了俄罗斯的红场阅兵 今年6月 踢走了俄罗斯的G7峰会 在德国举行 普京说 G7就是一个兴趣俱乐部 与俄罗斯无关 1998年 因为俄罗斯的加入 G7扩大为G8 因为克里米亚事件 去年G7代表决定不参加 在俄罗斯索契举行的G8峰会 改到了布鲁塞尔举行会议 两年的风雨录 普京的普京和奥巴马 似乎又引心的交集 回首两年风雨 普京生过的气 受过的迷惑 能不能用这样一张漫画 活动消解 去年12月 一场名为未加过滤的 爱国主义漫画展 在莫斯科举行 其中 一副普京打奥巴马屁股的画作 引来了围观 画面中的奥巴马 一脸无辜的趴在普京大嘴上 好似三岁小孩 普京则一脸得意 正抬手瞄准奥巴马的屁股 但动作倒也不乏温柔 好 短片看完了来 继续连线杨续先生 同时北京演播室 邀请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 阿语系副教授刘兴璐 杨续先生您看 普京十天没有露面 那么西方媒体就黑他 说得了怪病 可以说 他是被西方媒体黑得最彻底的 一位俄罗斯的领导人了 那么究竟普京是怎么得罪西方的 西方媒体是非常带有 这个有色眼镜的一种机制 一个政治人物不被西方价值观 所喜欢的时候 经常是被赋予负面的描述 甚至是负面的想象 以至于出现原本是正常的 十天不露面 也会成为十天不正常 那么至于说为什么普京也录了这样的一个行列呢 这个与普京上台以来 他是推行的一系列对外政策有关系 普京在推行的对外政策当中呢 对于西方应该讲是多有得罪 特别是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 那么西方呢 把普京看作是这个前苏联帝国的这个恢复者 因为苏联帝国这个概念已经在西方被彻底的妖魔化了 当普京被扣上了一个苏联帝国的这个恢复者这个帽子的时候 那么自然普京就成了西方媒体黑色人物里面最黑的一位人物 因此每当普京出现有不太正常的这种露面的频率的时候 那么就会出现一些媒体的猜测 刘县您觉得普京的强势是不是被西方逼出来的 恐怕很大成功上有这样的因素 因为苏联解体以来 俄罗斯的历史告诉普京 以及告诉很多俄罗斯人这样一个道理 就是温顺的俄罗斯恐怕并没有得到西方国家同等的对待 西方国家一直把俄罗斯当成其最大的威胁 并且从各个方面向俄罗斯施压 甚至谋求移压促变 所以对俄罗斯来说 这个温顺恐怕并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 强硬一点才能获得更多的与美国 或者同西方国家这个谈判或者抗衡的资本 杨县那您觉得西方抵制孤立俄罗斯这样的做法 有效吗 西方封锁制裁孤立俄罗斯呢 应该讲从战略上没有效 战术上是有效的 所谓战略上没有效呢 就是像俄罗斯这么大的一个体量的国家和经济呢 仅靠西方的制裁 这事呢恐怕是背水车薪的事 就不能把这个俄罗斯经济搞垮 更不会迫使莫斯科呢 改弦更张 战术上有一定的效果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通过这个制裁给俄罗斯增加了这个经济压力 那么自然也给莫斯科的决策者增加了这个压力 使他不得不再做一些妥协 例如在这个这个乌克兰问题上 包括这次从美国总统会面谈到这个叙利亚的问题上 因此呢就是说 制裁不可能迫使制裁对象改变政策 但是呢会制造一些压力 来迫使制裁对象呢 在妥协的思路上进行认真的思考 但是究竟能够迫使俄罗斯这样一个班人大物 在多大程度上去妥协 这个恐怕呢光靠制裁也是做不到的 因此单凭制裁 无论是战术上有一定的效果 在战术上和战略上是不会达到目的的 刘县那您怎么看未来俄罗斯和美国之间 究竟是分歧更多 还是利益的这种交汇点更多 从短期来看 我想可能分歧会大于他们的共同点吧 当然即便是在美苏争霸时期 在冷战时期 双方也是能找到共同点的 那么但问题在于说 这个苏联解体之后 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并没有跳出以前冷战的关系模式 双方且不说这种互利共赢 连基本的这种互信都没有达到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比如说双方存在的共同利益 包括比如说反恐 包括防止大规模杀上进行器的扩散 包括能源 包括经贸 包括比如说伊朗核问题 和超前核问题等等 在这些方面双方是有共同利益的 但是在如何实现这样利益的途径上 双方也有很大的分歧 所以从短期来看 可能是分歧会远远大于他们的共同点 联合国大会上演浦澳会 两巨头在双利亚问题上激烈交锋 时隔近两年再次会谈 普京和奥巴马谈了些什么 从乌克兰到双利亚 美俄分歧是在加大还是在减小 多个国际问题相持不下 多次国际场合相互过招 普京和奥巴马之间有着怎样的江湖恩怨 俄罗斯在双利亚危机难解之时 突然发力加大部署 美俄决力双利亚 会否在打击IS问题上取得一致 云南卫视新视野即将播出 美国和俄罗斯的决力 从乌克兰一直持续到了双利亚 如今西方对于双利亚局势的干预 尚在胶着当中 俄罗斯则是以强硬的手腕大举介入 从提供军事援助到军事人员进入到双利亚 美俄在双利亚是合作还是博弈呢 就在美国在双利亚打击极端武装的政策遭遇挫败之际 俄罗斯却在不断加强再续的军事存在 本月14号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援引美国国防部官员的话表示 俄罗斯在双利亚的军事力量不断壮大 据美国方面估计 俄罗斯已经在拉塔西亚的巴西勒阿萨德国际机场 部署了多架武装直升机 坎克装甲域名车 若干火炮和一支规模约500人的海军陆战队士兵 据美联社19号报道 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 位于该机场内的俄军临时空军基地有正在体现 包括修建一条新的砲砲 美方声 这是自苏联解体以后 俄罗斯在前苏联疆域以外最大规模的军事部署 23号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继派遣首批攻击机进入双利亚之后 俄罗斯将再部署2000名军事人员 到双利亚港口城市拉塔基亚附近的空军基地 莫斯科一名双利亚政策专家表示 此次行动是俄罗斯在双利亚部署的第一阶段 被派遣人员 包括战斗机机组人员 工程师俄士兵 以保证空军基地的安全 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曾公开表示 俄罗斯将会持续为双利亚政府提供军事援助 与支持双利亚政府的俄罗斯不同 早在2013年2月 美国国务卿克里就公开表示 美国将首次直接向双利亚反政府武装 提供不惧杀伤性的援助 2014年 经过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一致表决 美国开始向双利亚反对派提供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 有菲氏认为 支持双利亚反对派将会是美国地图长远的战略规划 美国双方在双利亚的问题上向来谈不拢 一方面美国反对俄罗斯对双利亚政府提供军事援助 另外一方面 俄罗斯认为美国支持双利亚反对派是非法寻谓 分析人士认为 双利亚是中东的中枢神机复材 涉及美国和俄罗斯 以色列 伊朗等中东托具影响业的国家 如果美俄在双利亚问题上的博弈升级 将进一步加剧中东的紧张局势 一出效益不可小视 好 那么在双利亚问题上 美俄之间是决力还是有可能达成和解 我们来继续听听冯玉军先生和刘新璐先生的观点 冯玉您看俄罗斯是一直在陆续向双利亚派兵 有媒体就解读做事 这是俄罗斯在双利亚计划的一个部分 也是它的第一个阶段 那您判断接下来会持续增兵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那么它在双利亚的计划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随着俄美关系的这种冷冻 美国对于俄罗斯的制裁 已经让俄罗斯陷入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 特别是西方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把俄罗斯排除在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很多的重大问题的解决的这种框架之外 这是俄罗斯非常难受的 也是普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随着普京9月28号在联大的这种讲话 他希望找到一个契机能够让俄美关系走出这种冰封的这种状态 最起码在叙利亚问题上找到一个合作点 那么逐渐的让俄美关系解冻并逐渐的改善 但是光说是不行的 他必须要采取某种动作让美国关注到他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的增兵上 更多的是一种民修战道暗度层昌 更多的是把叙利亚当作一张牌来打 俄罗斯不大可能派出大规模的地面作战部队 全面的介入叙利亚的冲突 我想他仍然是会做一些这种烟幕性的东西 把叙利亚当作一张牌 包括和伊拉克伊朗等等来建立这种情报中心 但是大规模的介入我想是不可能的 刘先生 为什么俄罗斯会突然在叙利亚问题上发力 您觉得叙利亚危机有没有可能因为俄罗斯的介入迎来转机 我们看到俄罗斯在叙利亚是有重大的利益的 我们知道塔尔图斯港是俄罗斯所继承前苏联的唯一的一个海外军事基地 那么保留并且加强塔尔图斯军事基地的话 会有效地维护俄罗斯在中东 在地中海地区的一个影响力 我们知道最近几年来的话 西方国家一直在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 所以对俄罗斯来说 具有传统影响力的国家或地区加强它的存在 是有效地维护资深国家利益 然后获得与美国抗衡的资本的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除此之外的话我们也看到美国近几年 在它的虚假政策其实受到一定的质疑 那么它所谓的反恐的话实际上是越反越恐 而且造成了大规模的难民危机 所以俄罗斯在这个时候出手的话 其实一方面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 同时它也占领了一定的道德高地 当然至于说这个发展方向的话 恐怕还要具体去分析 因为双方支持的力量是不一样的 虚假危机到底能不能有转机 恐怕还要我们要拭目以待 冯建您觉得美俄有没有可能 共同联手打击在叙利亚的IS IS是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发展 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中东地区变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果 那么它是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整个的既有的地区 种族民族宗教矛盾多元共生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仅仅依靠这个军事打击手段是不可能完全的去除IS的 那么与此同时俄美之间在打击IS的问题上又有着各自的考量 你比如说美国仍然希望维系自己在中东地区的这种领导的地位 那么在打击IS的问题上 它更多的依赖的是沙特 卡塔尔 包括土耳其 那么在俄罗斯这方面它更多的是希望借助伊朗的势力 来通过这种什叶派的这种发挥更大的作用来维系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 所以说从目前看来双方打击IS都更多的是一种旗号 目前为止看不到双方联手打击IS的这种可能性 好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提供观点 谢谢 好 以上就今天新视野的所有内容 感谢收看 如果您想了解新视野更多节目的话 可以登录到云视网的新视野专区进行查看 同时也可以关注新视野的新浪微博和新视野的微信公众号 好 感谢收看 再见